是我认识的一个司机讲给我的 他姓杨 小的时候在沈阳的农村居住 他家的房子是和邻居家紧紧连着的 早先的时候是一户人家 后来邻居分给他家几间 就成了两户 但院子还是一个 邻居嘛也姓杨 有一次 这个邻居姓杨的男主人 在院子里面插稻草垛 快把一整垛稻草插光的时候 在下面发现了一个黄鼠狼 他就下意识的去打 结果把那只黄鼠狼给打伤了 但是黄鼠狼跑掉了 他当时也不以为意 就继续插剩下的稻草 就在他快要干完活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犯了病 像是杨巅峰一样 一条腿不停的抽动着 口不能言 五官挪位 家里人就赶忙把他抬进了屋子 也不晓得如何诊治 这时候大家都慌了手脚 就请来了村子里一个有名的 据说见多识广的一个老头 老头来这看了一看 就叫他的家人去院子里找 那个受伤逃跑的黄皮子 大家找了一圈也没看见 老头很生气 就说道 你们继续找 这只黄皮子一定就在附近呢 一定可以找到他 找到他 我再收拾他 让他在这里坐腰 然后这家人家又在院里院外的一顿找 还是没有找到 后来 这个姓杨的男主人的媳妇 突然发现在屋子里面 架梁的墙洞里面 蹲着一个黄皮子 奇怪的是 那个黄皮子被人发现 也不逃跑 他从屋子上方 正对着床上的杨姓男主人 眼睛一动不动的看着他 更奇怪的是 黄鼠狼的一条腿 也在不停的一下一下的抽动着 而且 是每抽动一下 那个姓杨的男主人的腿 也随着抽动一下 大家发现了黄皮子 就招呼那老头过来 那个老头亲自上去 把那个黄皮子给抓住了 抓住以后 杀死 剥了皮 那个男主人的病 当时就好了 这个老头的见识大 胆量也够大 不过据说 他后来死的时候 也很惨 说是得了一种什么怪病 医院什么的 也都看不明白 总之 这个老头去世的时候 非常痛苦 据村里人传说 老头得的这种怪病 可能和他以前 杀死过黄皮子 有关